俄罗斯硬扛美国,乌克兰战与不战 本期视频将通过为什么油价近期涨得这么猛 为什么欧洲对待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比较含蓄 以及未来我们投资在目前的冲突状况下应该怎样调整 三点来阐述这一问题 大家好,我是GoMax中文部分析主管Jacky 最近中东地区以及乌克兰问题非常火热 那么油价在最近涨得也非常猛 创出了七年的新高 大家出门开车加油的钱又变多了 兜里的钱就变少了 油价最终上涨到一百美金上方通胀也上来了 成本高了 那么生活就质量会下降 为什么油价最近会涨得这么猛呢 本质的原因呢还是乌克兰问题 那么北约呢之前想要把导弹放在俄罗斯家门口 指着莫斯科就可以打过去 所以俄罗斯屯兵乌克兰边境 战争风雨欲来 黄金石油价格大涨 2月11号开始呢 这件事情就愈演愈烈 美国在当时呢 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美国公民呢 已经在未来24小时内撤离乌克兰 甚至有媒体报道称呢 俄罗斯完成了入侵乌克兰70%准备 这件事情呢被俄方认为是非常赤裸裸的挑衅 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是主要的大宗商品资源国 和澳大利亚比较类似 是全球大宗商品贸易的主要供应商 乌克兰是全球重要的谷物和有色金属出口国 包括玉米啊 小麦 铝 链 把金 薄金 俄罗斯在原油和天然气能源市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2021年呢 俄罗斯分别贡献了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总量的35%和21% 那么为什么欧洲对待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比较保守含蓄呢 在2021年俄罗斯向欧洲输送的管道天然气占欧洲天然气总进口量的35% 一旦俄罗斯限制天然气出口 欧洲天然气价格就会暴涨 在2021年最后两个月天然气价格就上涨了167% 2021年俄罗斯原油供应量占石油 欧洲原油进口总量的29% 那么意大利土耳其和荷兰这几个国家对俄罗斯原油的需求占比更大 超过30% 乌克兰呢是全球重要铁房石出口国跟澳洲比较类似 在2021年前11个月的出口总量呢 仅次于巴西和瑞典 那么中国也是乌克兰铁房石最大的买家 占比超过25% 乌克兰在中国主要铁房石进口国来源期间呢 位列澳大利亚巴西南非和印度之后 排在中国进口排行榜第五位 那么在铁房石领域呢 乌克兰铁房石拥有更高的铁品位 使得碳排放量稍结更少 那么也会增加未来对市场的供应量 乌克兰在与俄罗斯之间的不稳定因素呢 也对铁房石价格形成了一定的支撑 例如澳洲上市公司BAP等股价近期就大幅上涨 此外 俄罗斯生产铁的价格也大幅上涨 根据前两年的数据 俄罗斯把金 红 铁 铝 生产产量分别占全球市场的40% 10%和接近10%的产量 按出口量占全球华比占比 俄斯把金纯 铁铁铝 占比分别为45% 42% 37% 16% 且主要目的地是欧洲 乌克兰呢作为全球重要的玉米小麦 大买生产和出口国之一 粮食出口对需求国至关重要 那么玉米和股物 机器货价格呢 近期也会受到该消息的影响 股价上涨 或者是股物价格也上涨 俄罗斯和美国的较量呢 加上欧洲在其中斡选 同时呢 中俄石油贸易采用欧元结算 那么我们最终看到的结果呢 就是欧美盟友的力度呢 会减弱 最终呢 美国对欧洲的压力和对俄罗斯的压力 可能会持续减弱 因此呢 石油价格短期尽管难以回落 但是长期来看的话 该项冲突将会逐渐减弱 而美国在乌克兰事件中 短期也不会轻易妥协 所以说黄金铁王石石油三者的价格呢 短期应该还有进一步上冲的可能性 大家可以关注期货和相应的上市公司股价的变化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呢 想获得更多市场相关信息 请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大家 GoMarket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